也是機場的同事 哇 快點 機頭在這裡 結婚的第一個家 第一個廚房 這是什麼 這是禮拜 就可以減低一些預算 這邊還有兩個瓶子 哈囉 昨天從桃園回來 然後我現在要回大溪 因為今天要去跟我以前機場的同事 交換禮物 有沒有發現我有點燒香 因為昨天回娘家 跟家人們聊天都要燒香 所以現在聲音還蠻低沉的 OK 那今天的行程就是跟我一起回桃園 到大溪了 今天還是很冷 但是還好沒有下雨 我要走這條路下去 因為我的車子停在公園那邊 然後這邊下去就可以到 我們要去的 玫瑰左岸 那個玫瑰左岸就是之前我跟 也是機場同事 就是另外一組 去住的 還不錯的飯店 然後那個地方 就是可以看到大漢溪 然後那邊是 就是大溪的橋 這邊聽說是個古道 大漢溪有水的時候有貿易嘛 那貿易的話 大家就是從這邊搬貨運上來 所以它這邊的階梯都不是很高 就是方便的在搬運的時候比較好走 我知道我們同事他們都到了沒 因為今天是週一所以沒什麼遊客 感覺還滿舒服的 每次回來大溪 我覺得這邊還是一個很純樸的小鎮 最近這幾年來就是發展觀光啊 然後做的都還不錯 所以還滿多外地人會來這邊玩的 所以週末假日 我們這邊的交流道都會塞車 我娘家是在大溪的另外一邊 就是靠近交流道那邊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每次要下來的時候 就是還是要下一個坡 那邊是新的橋 所以有來大溪走的人 也可以走大溪老街 再去公園逛逛 然後再走這個橋 這個週末假日都會有 街頭藝人在那邊做表演 有一些音樂啊 小吃可以吃 那這地方也是滿多人走 就是很熱鬧 這個不方便走樓梯的人啊 再往前走一點 那個方向也有電梯可以搭 娃娃車啊 或者是行動不方便的人都可以在那邊 我們要去的餐廳就在那個方向 就在那裡而已 所以從這邊走下來到那邊 是還滿近的 帶大家看一下風景 因為今天就是一個人的時間 早上我還是有送小孩去上課 然後那種早餐給他們吃 單身時期的朋友見面 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人有好幾個面相嘛 像我跟高中同學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回到那個高中時期的 無腦 高中生時期 就是講話都很肥爛 以前在機場坐山修衣嘛 然後我們就常常排假排同一天 然後就會去對方家住 然後去逛士林夜市等等的 就覺得很好玩 那現在十幾年大家還是有在聯絡 那邊就是餐廳 樓下是餐酒館 然後樓上可以住宿 到了 喔這不叫玫瑰 欸對啊有玫瑰 櫻若斯 左岸餐酒館 然後這邊有一些戶外的空間 也可以在戶外聊天 像我們這樣聊得很吵 可能也蠻適合做戶外的 剛好今天有陽光 好舒服喔 我發現他們好像已經到了 我要趕快進去 靡靠冷靜 靡靠冷靜 靡靠靜 靜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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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也不用seocial就對了 不用seocial 不用seocial就很容易 然後你不想常常我靠同時都戴起耳機 在... 謝謝 我們可以要說明一下禮物的內容嗎 等一下 要介紹一下 先拿的名字先都不要猜 因為Y超好這名字還要換 對齁 那我們要稍微介紹一下 超大奇的 好 那還好 你知道我們有一年在韓國玩家換禮物 然後結果我們那一年的嘴巴是爛的 然後結果你知道那個小臉他就戴他耳機 就一直拍拍抽到我的 我就從他的起居 哭出來嗎 我就起居 起居 就拍子下去 那一隻要哭 所以我是馬圈的 韓文 韓文喔 我們全部都是全家的 你幫我擦到什麼的 你擦到我的也蠻似的 我看不通 你怕怕怕 那我就是你的就是好 看好看 要介紹一下自己抽的嗎 可以幫我擦一擦我嗎 有的很難 我今天要吃什麼 好好吃 你抽到齊的 好 齊要介紹一下自己的 我的禮物呢 只照我自己的喜好買的 小小小小 有講跟沒講一樣 而且我是特別去買的 照你的喜好好 對 照我的自己的喜好 包裝好漂亮喔 我的包裝超爛的喔 我自己人家這樣子 我還特別去買包裝 不錯不錯 我的包裝 不是 對啊 好擔心喔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有點 先洗 你是臉紅 我有一點點紅 我覺得我的東西呢 是人家介紹的 嗯 小小的 小小的 東西 然後呢 我就去上 蝦皮買來的 蝦皮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連同蝦皮的盒子 就直接 哈哈 我沒有 你沒有包裝 我沒有 你沒有 我沒有包裝 我覺得你蠻 應該適合 也適合嗎 適合 適合 你們三個抽到都適合 好 三個抽到都適合 你太適合很適合 好像是要我 對啊 被說服了 可惡 那我可以報立財 可以啊 反正裡面還有一個 它的袋子 所以其實是OK的 你報立財 對不對 對 但裡面有一個紙盒 蠻適合你 而且味道我覺得也蠻適合 喔 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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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的重點 反正就是你在家裡適合 我覺得太適合了 太適合了 我覺得你挑的味道 這每個人都滿喜歡 我覺得你挑的味道 應該是我要的味道 對 那我知道是什麼 完全知道是什麼 完全知道是什麼 不是 這也是味道 我知道是什麼味道 不是 我知道是什麼 而且我知道什麼 木質料 一定會是木質的吧 好像是 我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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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空間 那我現在打開 這個我真的選了很久 但是也是你們三個都適合 而且其實我有準備 兩個禮物就是搭配 哇 好貼心喔 但是我們那天看你的那個 好像是IG吧 然後我就看到你去五一兩瓶買東西 然後我就心一心想說 幹不然我們會買到一樣的東西 你看奇的喜好到底是什麼 不會是餅乾吧 我就知道 真的是 不是人 來 青島旅行 是巧克力嗎 是巧克力嗎 這個對 真 純黑蒸巧蛋 這個牌子超好吃 我還真的沒跑到床上去去買耶 而且是跳舞兩個我最愛的口味 對不起 謝謝 在這裡我喜歡 可是我感覺要有刀片耶 好緊張喔 你到底送什麼來喔 這有點不安 這有點不安 你把眼睛閉起來 好 你把眼睛閉起來 你把眼睛閉起來 不要幹 好 我緊張喔 你把眼睛閉起來 我緊張喔 你把眼睛閉起來 哇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喔 喔 喔 但是這邊是 我跟妳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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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 有五名一下 但是 想想 我們三個是那好像是 就只有妳 對 好像是只有我 你也太高 你也太高 我覺得是適合大家的 阿璇你想我 我想說可能多年之後 你可能 我沒有說 沒有 妳很不了解她 妳很不了解我 妳很不了解我 妳很不了解 為什麼都帶蠻標的 我怎麼可能會帶 有算的東西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啦 其實很 可以吧 就適合自己 好啦 好像只適合我 妳剛剛運算有限 不是啦 妳也太尷尬了吧 趕快趕快 趕快 那我猜應該就是 我心裡想的那個 這個 我家應該 我自己現在都有在用 對 對 我好像看過妳在用 對 對 我也是很難用 他一直發熱 他一直發熱 好美喔 對對對 OK 然後破箱再 安全吧 安全 而且我自己買的這個 買的非常破壞 不行嗎 哈哈哈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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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盒的 這是餅乾 你也送我餅乾嗎 感覺上是 微茶餅乾 我覺得是 彈子 有可能喔 欸這個是彈子耶 蠻實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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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我也會喜歡 這個我也會喜歡 而且我說 這是適合妳們三個 欸這個不是我的第一名 而且我分別想像妳們三個 今天的第一名 她在看電視的一樣 一二三 這好適合 參加這種活動 我第一次耶 你喜歡的是我們 當年的那個 氛圍 氣氛對不對 我們當年大家一起在的時候 那個 你是停留在那時候 對 我的心態一直在那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回不去那時候 那要是 比如說 當年我們這些人的話 你是覺得喜喜喜 我會 你是想你吃豆花嗎 好啊 賴媽媽 賴媽媽 那是阿伯豆干啊 沒有 阿伯豆干那邊的 阿伯豆干那邊的 好啊 也到這邊了 這裡是我們結婚的第一個家 然後 然後 我老公在那邊買了好吃多的架子 鐵架 非常耐重 然後就擺一些我的帳篷啊 還有他的 露營設備 因為我老公其實比我還會買 你有比我還會買吧 沒有 那幾乎都沒有東西 哪有 還有你的書包耶 你高中的書包 這邊變成他一個小空間 然後這邊 哇 你這邊還有一堆公仔耶 底下都是我的露營裝備 這裡是我第一個廚房 那廚房沒辦法自己學 那時候是新婚的時候 長輩挑的 酒是不是 還有一切是妳的 那兩個是 是那個雙胞胎那時候的衣服 我媽帶來的 對 妳媽的那個禮盒衣服 對 那裡面裝的都是妳放的東西 最主要的功能是我的酒褲 酒褲 對 我這邊很多那個 傳統的酒 這邊也有我們的相框 超巨大的相框 今天是除夕 然後因為我們難得回來 想說來拍一下我老公的 比較偏男生的 露營裝備 黑洞 超強風力 就是 對 風力還蠻強 可是它很大聲喔 有點大聲 然後 溫度有點高 重點就是 很工業風 然後我的床 你的床床很酷耶 我覺得你可以秀一下 腳踩那個包包拿去的 真的喔 這個大家看過啦 沒有啦 沒有看過 沒有啦 沒有看過 有看過 但是沒有看過 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 收到的時候被捲起來 嗯 這邊 喔 要吸封的時候要打開 嗯 可以吸耶 那注意這個不要給它蓋到 嗯 它蠻好的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自己把它縮緊一點 它的 緊度就會變緊 嗯 比如說 我剛剛充那個差不多嘛 然後就這樣把它 它就會不能繃一點 那邊 那邊就更繃 喔 很棒耶 難怪我想說 喔 是什麼 後面要多一長條 這是一個舒適的小沙發 像這個就是 像我們出去 住飯店的時候 可能都會定四人房 然後我老公沒地方睡的時候 他就可以拿這個來睡 我們帳篷睡不下 他就會睡客廳站 他自己把它打氣起來 就是可以 稍微跟地面做隔離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還蠻方便的 連結 連結 那我再找 但是我最近偏愛那個腳踩的那一個 腳踩哪一個 腳踩哪一個 可能在我車上 就在這裡 那就下次錄影的時候再拿出來 因為腳踩的那一個 它是隔紋 隔紋就是你躺上去的時候 它有點通風 那這個沒有通風 然後 萬一它漏風的話 一定會管它 嗯 好 椅子好了 用好久 超級久 CP值算超級高 因為就是喝啤酒 喝啤酒然後加價換購 重點是不用錢 要錢嗎 要錢嗎 要錢 300多塊 然後唯一的缺點就是 這螺絲很會掉 所以要自己 想辦法再找螺絲把它定上去 沒什麼大問題 它就是這樣一收一折就收好了 中規中矩的 對啊 一打開 就那一看 主要是比較男性風 像我就不會閒 因為我喝啤酒 喝啤酒 然後順便加架 還沒有開過 我覺得這個應該蠻好用的 這什麼阿哥 這傢伙應該蠻好用的 這個有時候 我們去拔銀釘 拔不起來的時候 我在拆 它應該 蠻給力的 不想轉 勾下去然後轉 但是怕這邊都 因為還沒用過 剛剛全新的拆了 嗯 不曉得怎麼會用 好 這小關要跳成 喔這個 這本來都在裡面就是 大黑垃圾袋 對 怕下雨 露營人都知道 大黑垃圾袋的作用 怕下雨 這是我以後有卡 然後露營的時候 攜帶四象棋 還有帶 帶吸力的 它是磁性的 所以不會 翻掉 比較不會 跑來跑去 然後這個 這什麼 男孩們的 喔 抓魚的 抓魚抓蝦的 都可以 好工具 而且是摺疊式 重點是還沒用過 蛤 把他拉細的 伸縮的 一樣的伸縮的 兩隻 還有阿V桶 阿V桶 每個露營人 都會有的阿V桶 然後 也很好裝些 Lily Coco小東西 也可以當椅子 在我手上 它發揮最大的功效的時候 是 我們去抓魚 沒有地方裝 東西倒掉 裡面就可以裝魚 裝蝦 裡面 東西都拿出來了 就是一些 這個就是 玩具箱 然後主要是燈 跟電池 遙控車的電池 跟充電器 又是跳繩 這個 機動噴霧 會碰撞 痛痛 消炎 到戶外 對 撞到的時候緊急急救一下 這些都是頭燈 然後 牙刷 乾淨的手套 行動電源 這個行動電源 這是我的 對 其實用蠻久的 它有點衰退 但是剛好截這個 小燈 它又可以當一個照明 它就可以晚上當一個照明 行動電源 再來都是頭燈類的 我等你好愛買燈喔 然後 電行噴霧 小罐的 這蠻好用的 麥克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 這個蠻重要的 這是什麼 跟剛剛那個一樣 跟剛剛那個一樣 跟那個轉轉轉一樣 跟這個一樣嗎 對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這是開紅球的東西 喔 長這樣 萬一在外面 對啦 用筷子 我曾經也是筷子把它動下去 對 好 這不知道什麼 你給我的 這不是我給你的 喔 這是我們去 去那個 去那個 那個棒球場露營的時候 他給我們用的 他給我們用的 嗯 又是充電器 喔 這個 這一個東西我沒用過的 我還沒有用過 這傢伙 應該 沒有機會用到它 就是 手好傷喔 就是不小心 下 在網路購物的時候 買一些東西 它裡面有的 那據說是 野外求生可以使用的 這兩邊有這個 拉環可以扣著 然後就去木頭 拉拉拉拉 就把木頭鋸掉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 弱弱的 嗯 那手末尾不會割到 這是什麼 這是好像隔熱的 喔 那是我的 單人小帳篷下面 要 鋪的睡墊 嗯 單人小帳篷要修出來 來 來 這是有一次 你肚子縮一下 這個是 我們剛開始錄影的時候 因為 我很怕熱 對 那底盤我買 還蠻好搭的 然後就是 一般中規中矩一樣 有拉繩 那不會封 那時候買一零多吧 它其實 東西都還蠻好收納的 嗯 它這個袋子 有的時候 帳篷的主體 跟 外帳 就是防禦的 然後 這是它的骨架 小銀柱 對 然後裡面 簡單的繩子 然後裡面我會搭配一個這個睡墊 嗯 不然石頭地實在太痛了 然後最近我是搭這個之後 再加一個那個腳踩的睡墊 今天是初六吧 反正現在還是寒假 我提前回來我們自己的家 小朋友想要在普通的家 就是他們想要留在那邊玩 那邊空間比較大 然後可以在外面打籃球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放在那邊 然後我自己先回來 想說可以留在那邊玩 都可以剪一些片啊 然後再整理一下 過一陣子會搬家 所以我想要把 一些我們這種原有的 無印良品的櫃子啊 層架 把它數量整理出來 因為之後要設計櫃子之類的 這個都可以把它設計進去 就是 大小量好之後把它放進去 就可以減低一些預算 前陣子設計師已經把我們家的 規劃圖先畫出來了 然後哪邊要做櫃子 哪邊要放床之類的 先把它定案起來之後呢 比較細部的 報價跟裡面的規劃之後 還要再討論 等到真正開工 可能就是三月份之後的事情了 到真的入住呢 可能就是 大概是年終的事情 所以還會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只是想說 先把這些東西把它整理起來之後呢 我們之後就不會手蠻腳亂 中間我們還是要生活嘛 那這無印良品的櫃子 跟我好幾年了 至少七八年了吧 我們搬來這邊五年 它一直都在我們的客浴裡面 因為我們家的客浴是沒有做 另外做櫃子的 這就是原本建商給的 然後這個位置呢 剛剛好放一個這個抽屜櫃 那這抽屜櫃的好處呢 它就是防潮 因為它是塑膠類的 所以它可以在廁所裡面待得很好 它不會發霉啊 或是爛掉這樣 但是呢它有個問題 就是我發現它有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就微微的發紅 但是不是很明顯 還可以接受的地步 然後中間呢 這個是小的 小的比較不明顯 像我房間有一個大的 而這房間有一個大一點的 裝衣服的 然後它中間就是會有 一點點微微的微笑線 因為就是 上面我們還有對東西嘛 就是會有一點點微笑線 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種抽屜櫃可以買 像如果租房子啊 或者是搬家的人很方便 這樣就可以直接搬家了 所以 那今天工作就是要 把這裡面清一清 打掃一下 看看數量 因為這個櫃子 我們家至少 好幾個 大大小小的 這底下我有加購這個 這個是什麼 台子 就是防滑的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輪胎的 像我房間的櫃子 就用輪胎的 因為我就想說把它拿出來 再重新整理一次 廁所相關的備品 比如說沐浴乳洗髮精 然後一些清潔的東西 好像挺亂的齁 有時候真的忙起來 就是會亂塞 所以整理的步驟呢 就是先把它 所有東西都拿出來 那我們家小朋友 現在都是改用肥皂 肥皂洗澡 有時候飯店也會帶一些 備品回來 等下也把它集中管理一下 沖繩的百元店買的 這是小朋友學習的東西 然後它也有 五十英 然後也有一些 英文字母 可以讓小朋友學習的 然後那時候我買了兩個 一個是五十英 一個是九九乘法表 小乖像他二年級 正在學九九乘法表 雖然他背的 哩哩爛爛爛的 所以我決定要把它拿出來 讓他洗澡的時候 可以邊看一下 這邊還有我老公在網路上 隨便買的 理髮器 因為我們家 三個兒子嘛 叫我老公四個 他們就是 我老公就幻想說 他自己可以學 學著幫小朋友理髮 但是根本就只有用一次 想把它斷捨離掉 因為根本就用不到 那我們家三個兒子 現在都是在百元店 就是那種快速剪髮裡的 然後阿姨也認識我們 就很快要知道 我們要剪什麼髮型 真的要認清自己的處境啦 因為 剪頭髮這種東西 就是 有技術的嘛 像我們這種普通人 又沒有學過 怎麼可能剪得好看 不如就是花個錢 去給人家剪 雖然那時候疫情期間 想說可以自己剪 這是拖把 可以替換的那個 但是我覺得我們家 那應該可以換 決定把它換新 之前五一兩瓶買的 備用刷子 因為這個前一陣子缺貨超久 所以我就一次買兩個回來 因為毛被我壓壞掉 然後還有這個 乾絲分離要刷的 替換的刷子 好 這邊還有兩個瓶子 在日本的藥妝店買的 反正就是去日本藥妝店 都會大肆心疯 看到什麼就想買 那像我 二月底要去大阪 也是先做好了滿多功課 那希望這次我可以自購物 我是說希望 這其實我買了有點後悔 那這裡面可以深層的清潔一下 我覺得搬家是最好的斷捨離時刻 透過居家整理 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生活習慣 然後自己的購物習慣 更認識自己 然後怎麼樣管理好一整個家 每個人家裡的家庭結構可能不一樣 那其實生活的東西 生活感的東西一定少不了的 所以在增加物品跟減少物品之間 自己可以好好去做 但是以自己為中心點 不是看別人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因為每個人生活習慣都不一樣 每個人想法也不一樣 像這種一次性的濕紙巾 我還是把它洗過 然後再擦 擦到它真的已經變很薄 然後很破 就是換行為 我剛剛一個人回來先整理一下 我們這裡先在剖架行李 然後回來之後呢 我會先噴一些消毒的東西 然後等它稍微乾一點 我再把它合起來 然後輪胎再擦過 再把它收起來 所以每次出油都是這麼的麻煩 那這個抽屜呢 是一高一滴 所以我在想說 哪一個來放備品比較好 滴的這邊拿來放一些 備用品之類的 例如牙刷 一些小東西 這個呢 因為它比較高 可能比較適合拿來裝一些 有瓶瓶罐罐的 所以就這樣子 就比較高 去弄頭髮的時候 美髮師送的護髮書 跟洗髮精幹 就是可以帶出門用 但是通常會忘記 所以這種小樣品啊 就是沒事的話就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盡量把它消耗掉 這邊就是我們一家五口的浴室被瓶 像那地方我有用一個 拉鏡給大家看 無印良品買的不鏽鋼架子 這樣可以稍微墊高一下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沖浴室的時候 底下不希望它瓶子接觸到水黏黏的 所以稍微有點墊高 然後上面都是一些清潔用品 清潔用品也是一瓶用完再開心的 就我剛剛受不了自己上網查 如何拆解 其實我之前拍過如何拆解 但是真的太久沒有清了 所以我忘記了 所以我剛剛就稍微又研究一下 終於把它拆了 然後這個不知道什麼 可能是太久了 它卡住 然後整個葉片沒辦法拿下來 所以我剛剛就是直接這樣子擦 然後這個地方 我好像有一個字幕 我並不参加 手機 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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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日子